滑航機師罷工持續延消 據機師工會統計 已經有超過600位機師 繳交減定證 占了總人數三成 21日目前有26航班取消 創下新高 加上2月8號到2月10號 有60航班取消 4天有超過80個航班取消 預估影響旅客人數 超過1.2萬人 在桃園機場這邊 我們開闢了兩座新的票務櫃台 主要的就是要為了 因應這樣的一個需求 盡全力有最好的安排 能夠把機場秩序維持住 而外界預估 華航罷工這4天 航班取消損失超過8000萬 關鍵點加派人力問題 若協商後 同一機師8小時短班2人 變3人得多付3億元 12小時長班3人變4人 增加1000多萬元 加上飛安獎金增加1.2億元 得付出約5億元成本 而民眾關心權益損失問題 交通部給出賠償方案 不管是團客還是散客 基本上都是在時速 交通方面 這兩大項時暴時消 但是他們在散客部分會有一個 統統不超過250美金的一個限制 這次罷工也衝擊華航股價 早盤縱挫超過5% 最低點來到9.92元 面臨10元保衛戰 華航它在台股的權重並不是太高 那華航目前的罷工 對華航的營收影響 就華航公司的這個業績的公告 大概只有8000億左右 目前影響還是相對是比較輕微 財經專家雖然認為股價對市場影響不大 但華航機師罷工越演越烈 嚴重衝擊交通民生 交通部希望雙方儘速回到談判桌 敲定11日下午5點將進行二次協商 盼勞資拉鋸戰能盡快落幕 環宇新聞 宏席宇 陳明彦 張元春 台北桃園採訪報